帶您關心到天井 今天持續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在陰風面的北部地區 容易會有短暫雨時的發生 特別是在基隆北海漢以及宜蘭 會有較大雨時的情形 另外在西半部的話 偶爾會有零星的飄雨 但是對外出的行程不受影響 同時要提醒大家的是 就是目前清晨跟入夜的溫度 都是偏涼的 提醒大家要特別做好保暖的工作 特別是在西半部地區 日夜間的溫差大 至於部落 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一起來看為您整理的山海企校 屏東的獅子牡丹跟滿洲最低溫 18度高溫 是來到了25度 泰武來跟春日最低溫 16度高溫25度 三地門屋台跟馬加最低溫 降到14度高溫 是來到了25度 高雄的原鄉地區 最低溫降到9度地點 是在桃園而高溫 22度 加伊達里山溫度是落在9-21度之間 日夜間的溫差大 南東的原鄉地區最低溫 降到9度地點 是在仁岸而高溫 是只有21度 台中的和平 溫度是落在12-21度之間 多餘的天氣形態 苗栗的原鄉地區最低溫 降到15度地點 是在南庄跟太陽而高溫 是只有19度 新竹的原鄉地區最低溫 降到9度地點 是在尖10而高溫 20度 北部地區如來根復興 最低溫是4度 高溫是只有19度 宜蘭的大同跟南澳 最低溫降到13度 而高溫是只有21度 降雨即會最高有8成 花蓮的部分 新城花蓮市跟吉安 最低溫20度高溫 22度 秀林跟萬榮 最低溫是3度 高溫22度降雨即會最高有5成 首峰跟峰冰 最低溫17度 高溫是來到了23度 鳳林光復跟瑞水 最低溫18度 高溫是只有21度 花蓮南區的部分 最低溫降到6度地點 是在灼溪而高溫 21度 台東的海岸線 最低溫降到20度 高溫23度 降雨即會最高有6成 中古地區最低溫是4度 地點是在海段的高溫 21度 陸野台東市跟北南 最低溫17度 高溫23度 南匯地區最低溫 降到16度地點是在津峰 而高溫24度 亞美台武中的 南雨溫都輸入在 21到25度之間 外島的連江金門跟澎湖 最低溫降到17度 高溫是只有23度 至少